年轻人聊天节目自从改革之后 每晚都有特定主题给一般主持 以及嘉宾互相交流 GM增展望日前在爱情主题里面 和逢盈盈约会 虽然GM卖力讨好盈盈 可惜女神的芳心并没有那么容易打动 GM唯有送花 尽力令盈盈满意自己的表现 最后也成功让盈盈感动落泪 那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好像是装的 是然后我的就是演技可能进步了 但是哪一刻呢是真心的 因为GM真的做了一些让我很感动的事 送我花这样子 所以就是真心地流下泪 你经验那么丰富 没有那么丰富 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说你是你的爱情官 到时候看就知道了 我觉得环节是最好就是 让我们的网民啊我们的粉丝 就是在网上comment 就是你们想那一个KOL 那一个艺人去都拍那个实验 那个爱情实验 就可以去comment一下 会不会期待下一个会跟谁合作 跟合作谈恋爱 我们会很尊重就是大家的意见 网民就是给我们什么comment 想看谁跟谁的配合 然后就是由我们的记作组去决定的 我绝对就是没有自己做决定 自把自为的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这集找来五富桥做客节目 给他机会和波波相处 看来Alvin一点也不怕绯闻女友Bella 连影同吃醋哦 很期待等一下看他们去恋爱的片段 就想看他们开不开心啊 配不配啊这样子咯 最重要的是那个节目的效果 就派出来反差很大 然后大家就看得开心 听说你们就是谈恋爱的时候 就蛮甜蜜的 都有一起吃糖啊是不是 没有没有 其实是也是 没有吗 节就是没有真的是糖果 其实是 只是你送给他 就不是一起吃 节目的效果 然后就是 开不开心 波波那个棉花 我看到那个棉花桶很开心 可是 对对 工作工作工作